很多遍 这个车的话呢 宝马三系称得上是宝马车里面卖的最好的车 宝马里面坐的最好的车呢 也是宝马三系 大家呢说什么宝马七系 是有说宝马八系的 那些呢 大家就直接去看看就行了 宝马七系和宝马八系呢 销点两个合起来 也就和这个宝马三系差不多 而且呢 现在三系呢 新车还要再价钱的 加一个装具包含就相当于贴膜呀 脚垫这些费用的 大家可以去私在店问一问 心里面就清楚了 那今天呢 就把这辆车给拿下来了 18年上牌的宝马的320LI 轮毂的能看到 熏黑式的一个轮毂 那这个车的话呢 18年到现在 满打满算呢 4年到5年的一个时间呢 它还能值多少钱呢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带给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车呢 再已经看了哈 宝马三系 年轻的不算长18年一个车 4年的一个时间哈 这个车呢 是属于M运动套装板 非常适合小伙子去开 如果要是女士呢 我感觉真的外观呢 是有一点点 太过于凶悍了哈 那这个车的话呢 骑车吃早价呢 是31万多 当年落地价格呢 也是在一个33万左右 能有个两万块钱 这么一个优惠哈 但其实这个车呢 你再怎么说呢 它的保护率也还算是可以 可是依旧呢 我感觉我收价格呢 还是蛮便宜的 这个车的话呢 咱们现在就来走着 来瞧瞧 它现在这么一个驾 老体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宝马三系这个车 有什么好的地方 有什么不好的一个地方呢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车型吧 来吧兄弟们 咱来看一看这个宝马三系啊 今天刚刚把它给拿下来哈 整个一个车的话呢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外观 颜值做的还是怎么样呢 前排呢也是有着 雷达呀 包括测距系统 这辆车都是有的 先给大家说一说 这辆宝马三系的一个好处啊 整个车开起来动力很好 你别看320 但是它现在呢 和325呢是一个马力 这辆马力184匹啊 当年宝马还有316 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现在宝马最低的就是325 你整个一个车 你放眼看上去 这个车真的动力各方面 包括它一个性能啊 都还是相当相当好的啊 整个一个车型的话呢 开采感觉呢 加速体验也是很棒 加速体验呢 也很强 它完全不说凯尼拉克啊 这个车 真的 那你说这个车 它有缺点吗 还是有的 N20的这个发动机呢 如果公里数呢 跑到15万公里以上呢 会漏油这么一个现象 你换呢 一定要换的漆门石盖啊 而不是只换里边的一个地儿 大家想一想 你整个车已经漏开油了 N20的发动机呢 它的整个漆门石盖呢 都是塑料的 都是已经老化的 换呢就换了个儿就行了 2000多块钱 就可以给办掉了 换的一个地儿呢 你别看 一两百块钱 但是工资费 乱七八糟 算吧算吧 蛮贵的 换一个地儿 跑个一万公里 又开始漏了 何乐而不为呢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了 变动箱呢 没问题 财富的一个8AT 还是非常的好的啊 这个车就这么一点 就在它的一个发动机 宝马呢 天生就是漏机油 手机油显现的 还不是特别明显 这一个车呢 发动机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拿开那是能看到M运动一个方向盘 屏幕呢 也变成全液晶的一个屏幕了 并不是半液晶的啊 这个车自动大灯 前排双最加热 荷门空调 外加上机械式的一个手刹 操控感呢 很好 屏幕呢 也换成这么一个大屏了啊 还支持手触啊 这个屏幕 这是它的一个操纵页面了 前排还有六叠CD啊 可以插一插 光盘啊 听一听它音乐 究竟怎么样子 来看一看第二排 熟悉呢 是2米8 其实这第二排呢 算不上特别的大了 大概只有个一圈左右 这么一个距离 如果追求它的后排空间 还是建议大家去 看一看什么呢 宝马5系 同年性的宝马5系 大概比它贵 10万块钱左右 30万左右 这个一个价格 那最后的话呢 就这辆宝马3系 它一个落地价了 大家感觉现在二手车 还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 咱这个车呢 咱看完了 现在这个车的话呢 我说的价格呢 是2100 卖了卖一个2200 稍微多一点点 利润呢 就在一个5%左右了 那像这个车的话呢 这么给大家说吧 售卖周期呢 不长 就在一个 一个星期左右 但是这个车呢 它真的 各方面呢 也还是做的挺好的 唯独这个保值率啊 我认为呢 一年也要赔近300块钱 那就是差不多 一年赔10%吧 正常一个贬值啊 大家买到时候呢 一年赔大概是赔了 2万左右啊 因为价格呢 已经跌到20万了 开一年呢 差不多就18 再开一年了 开两年的时间 就跌到16了 就是这么一个 保值率方面了 如果大家呢 就喜欢这些视频的 也会在评论区里面的 多多留言啊 来给我探讨 别再说车 每天都打开一款车 你想爱什么车呢 都来跟我说 我们 框 路 打来 骨迦 黑 针